自从吴亦凡在中国新说唱当评委 按照自己的原则去pass掉一些选手后 很多人都看吴亦凡不妄了 从出虎扑喷吴亦凡到整个事件在发酵 粉色少女觉得虎扑骂女粉丝不对 吴亦凡也还好不板 人家有自己的原则 也没有必要一直diss他啊 前些天吴亦凡真是把微博热搜快一个星期啊 今天AR皇帝的新衣出来diss一下 明天虎扑侠牛刀杀鸡出来diss一下 后天幼稚园杀手反弹批判 又出来diss一下 粉色少女不得不说 吴亦凡这是招惹到谁的 天天有人diss这场闹剧 啥时候结束啊 你们不累吗 今早一打开微博 热搜第一的就是关于幼稚园杀手diss吴亦凡的 虽然粉色少女并没有见过幼稚园杀手 不知道这个神奇的人物到底是谁 但是粉色少女比较八卦 这不好奇心的趋势 粉色少女要开始八卦 一下幼稚园杀手了 告诉大家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根据网络上的介绍 幼稚园杀手出道于2005年 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中文说唱人物 一个拥有超强饶舌功力 但却声音怪异的rapper 一个具备超速rap速度和节奏把握能力的杀手 幼稚园杀手已经用实力 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中国说唱浪潮 中会永远被人记住的人化人物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 却是一个中文地下说唱者 说唱风格是以hardcore为主 因为说唱速度很快 就有人诬陷他使用了加速器 但幼稚园杀手的说唱速度 却已经得到国内说唱界一致认可 粉色少女觉得大家对幼稚园杀手的评价真的挺高的 完全肯定了幼稚园杀手的说唱能力的认可 合在中国说唱界的地位 幼稚园杀手是个饶舌歌曲爱好者 并且他觉得自己不是够靠说唱赚钱的MC 不是个职业说唱歌手 但是幼稚园杀手的出场 却更多是拿地位和身段 this别人 能在前中文说唱圈风神的没几个 去试了一个 商业画了一个 还有一个不掺和这个圈子 听幼稚园杀手的新歌反弹琵琶 第一遍听的感觉是在this无意凡 再听两遍就是在this无意凡 看看这首歌的内容 咋看咋是在this无意凡 粉色少女觉得幼稚园杀手这个人有点皮 估计这个发表就是为了表明真正为中文说唱圈做贡献的也出来了 用黑怕蹭热度的弟弟们往后烧烧 毕竟是so this不需要情感也不用深度 this的时候尽管自己开心 谁都不怕谁都敢骂